今天是8月4号美股复盘直播 今天的话有蛮多的事情发生的 我们等会一个一个来 对稍微等一下 我把我的手机连到电脑上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财报 财报已经大家看到已经出来了 对吧 就是activision的应该都出来了 迪士尼也出来了 让beyond meat我看看啊 稍等一下 对呃迪士尼的话 说实话他B他的eps beats 但是呢 他的revenue没有beat 这就说明什么了 就是他走市怎么走 都有一个道理 对吧 就是就真的是 说实话这种人 怎么说 这种consensus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对吧 就是钱挣的更多 但是钱稍微少的挣的 但是他那个 他那个就预测的 就我觉得有点不准 他可能故意预测的怎么样 就为了他有一个 就哪个走势都有个说法 对吧 所以其实我们这种散户 做那种 做短期啊 非常的难 对吧 因为我们 稍不注意就会被套路进去 对吧 Nicola的话呢 又暴跌 现在怎么说呢 他的他的EPS 他屁都没有 有什么ETS 对吧 也就三万块钱的一个 收入 对吧 MarketCap14块钱 14万 然后呢 你告诉我 你的收入是30K Good job From20K 哇 那个差不多是翻倍了 再加油 然后呢 Walt Disney的话 现在又绿了 对吧 然后Activision的话 差不多 蛮好的 就一下子冲到2.3 现在也在回落了 然后呢 Beyond Meets的话 我看财报出来了没有啊 还没出来 Anticipation of Q2 earnings 那个Earnings 好 差不多今天我们看 大的好像就这么几个 对 对 另外也没什么 好 然后今天我们再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先说一下 怎么选股票 因为现在 我最近在群里啊 看到很多人就是 怎么说呢 在 也不是说瞎推荐吧 就是在 就是 有的时候啊 这个推荐的股票 就是 首先呢 我们买股票之前 我们要自己 一定要想好一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你要买的是多久的 对吧 你是要做长期的呢 还是你要做短期的 做个波段的 对吧 如果你说要做短期波段的话 还OK 说什么疫苗股啊 什么都OK的 对吧 但是呢 如果你要做一个 就是长期的话 说实话 你要是想放在这里面一两年啊 你就不要说 哎 我要做长期疫苗股 对吧 你也不要做 哎 我要做长期那个 就是什么 Apple啊 那个Fastly啊 就已经涨得很高的那些股票了 因为涨得很快的话 就会怎么样呢 就是接下来很大一个 很大几率 这些股票会回调 对吧 我说 而我呢 就说就是短期的话 我不能 我没有信心给短期的 那个股票 怎么怎么涨势啊 什么 但是我只有信心给长期的股票 对吧 就是AMD的话 之前我是还在50块钱的时候 我是推荐的 对吧 我说你现在做长 你要选一个科技股做长 你就选AMD就好了 对吧 现在涨了85了 这个涨幅确实是我怎么说的有点意外的 然后呢 对 然后呢 我今天就说八月四 这是 八月四号短期投资的话可以卖了85.5 当时我其实我写的时候真的是85.5到了 然后当时我就说了那个卖了好了 对吧 然后但是你要长期的话也OK的85.5的话你的profit已经是63%了 这已经很好了 对吧 呃 然后再回到 对 呃 然后呢 还在看啊 就是呃 Qualcomm的话 说实话 你实在忍不住 你要买一个的话 Qualcomm也是OK的 对吧 然后Fiverr的话呢 现在已经特别特别贵了 我就很怕他那个啊 他财报的时候啊砸下来 对吧 然后呢 UPS的话啊 不 我们看UPS的话 主要是因为看 主要是看FedEx FedEx的话 九月的时候又会 我我感觉九月的时候又会暴涨 啊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FedEx 因为他们都是就是UPS和FedEx 他们财报很很搞笑的 就差了几个月 都是差了几个月 然后呢 就一个好的话 另一个也好 对啊 所以就怎么说呢 啊 就是UPS的FedEx的话是九月开的 所以呢 我感觉应该是蛮好的 对吧 然后Path的话也是长期可以拥有的 然后他现在一直在这个地方 在那个Consolidate 对吧 啊 就有有只无形的时候 好像拖在这边一样 对吧 然后啊 还有是Net的话也是OK的 对吧 做长期的 这些都是做长期的 就是你不要说就是 现在做长期要找一个非常 已经长得特别多的了 对吧 啊 那个像Amazon 什么 Apple啊 什么的 啊 Nio啊 什么的 就是做长期 现在就 怎么说长期的话 我们主要是看回报的 对吧 你你要是有一个更加 啊 把握率高 然后那个收益率还高的 啊 那个 一个option的话 你就没必要选 已经涨得很快了 对吧 只不过那些股票啊 就是已经有点热度了 所以你 你怕 就是你怕你在错过 所以你要 找那些股票 但是呢 怎么说呢 像航空股 对吧 航空股 还有 你要想hold住 真的想hold住 一年两年的 说实话 航空股 对吧 航空股 销售的那个品牌股 对吧 Tapestry 然后JWN 各种各样航空股 还有casino也是可以的 对吧 反正 还有那个 就是 AMC 和那个 CMG 好像是 不是 AMC 还有一个MGM MGM的话是casino 然后AMC的话是一个 电影院 对吧 因为大家疫情好的话 两年以后 两年以内啊 就是疫情好了以后 这些生意都是会回去的 而他们跌了很多的话 那说明他们 反反转的几率啊 也是很大的 他们也可以炒个预期 对不对 炒一个预期 就是啊 我们要回归生活了 所以这个 就接下来就会 就下一个预期啊 要炒的就是 啊 就炒 就是回归 就回归正常生活 然后呢 这个股票 这些 这些那个啊 疫情结束 疫情复苏的 这个主题的股票 就会涨得很多了 对吧 啊 今天我们看 所以看到财报 其实都是蛮利好的 我们今天看到 所有财报 EPS都是 都是蛮利好的 然后啊 对 就是首先你要 就搞清楚多久的 然后呢 你再搞清楚 你想要收益多少的 对吧 你不要就是坐过去看 不要贪婪的说 哎 我坐过去看 然后呢 我要炒热度的 对吧 疫苗股 疫苗股肯定厉害 你要想想看 就是哪些是 两年内 你闭着一个眼睛 睡个好觉 你都能一觉起来 你昏迷了 昏迷做一个植物人 做两年 你接下来起来说 哎 股票翻倍了 对吧 那种股票倒是可以买买的 对吧 所以呢 现在你要是真的做长仓的 呃 我不推荐你碰一些热门股 啊 然后呢 预测回顾呢 昨天呢 我们说是看空 对吧 今早的时候 我们又说了 如果是低于0.5开盘的话 很可能会拉回来 对吧 然后呢 今天真正的走势呢 就呃 这个怎么说呢 原本是差不多全部对了 但是 哎 但是这个股市啊 就是呃 差不多一点钟的时候 两点钟的时候 撒了泡尿 对吧 然后呢 两点半的时候 准时拉起 对吧 现在就拉到很高 都创新高了 真的碰到了330了 对吧 那这到底什么 这到底要什么意思呢 呃 呃 首先啊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呃 首先我们看到 SPY啊 他在330的时候 有很多option 在这边 对吧 12万 12万那个 的 呃 这是12万吗 对 12万的那个 呃 在330的buy option 对吧 那呃 这些option呢 必须得 怎么说呢 转出去的 对吧 为什么要转出去 就是庄家的话 说实话 庄家的话 我我感觉他们不会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 就是呃 就是最后的结果啊 是90%的option 是呃 95好像 95%的options expire worthless 就是他们不会被execute 他们只是被买卖 对吧 所以呢 这么多 10万万 这边有12万 这边有9万 代表什么呢 就是很可能啊 这边啊 怎么说呢 呃 就这边 就这边现在 这个这边有一个大单嘛 331 他这两个啊 就都是呃 August 5th 会expire的 会不会他就靠炒 这个炒一个 就是今天价格炒上去 然后呢 把一些啊 就是有有 现在有两个 两个可能吧 就是要么真的是炒上去 然后呢 让这个 就是他庄家 现在可能会说 已经收了很多 这边的这种option 然后呢 在炒价格在明天炒上去的时候呢 他这些option 会贵很多很多 对吧 贵很多很多的话呢 那他就是呃 三点之前呃 两点之前 他们就可能呃 就是 就很 就是在execute之前 肯定会全部转手 转出去 对吧 转手转出去以后 散户一些接了以后 他们在这个大盘 往上拉 往下拉 都是可能的 所以明天我预测啊 就是走势可能会蛮大的 要么就是为了杀 这边的期权 要么就是为了杀 呃 啊 这边是一万 抱歉 我看错了 对 就可能就是杀这边的期权 对吧 啊 杀了以后 就就不是说杀了 就就是把这个高价转让了以后 再拉下去 对吧 就让很多人就亏到钱了嘛 对啊 呃 当然 如果我们是按照正常看法的话 那肯定是 如果在这边 这么多都在三 二十九 三百三十 看看涨的期权的话 那肯定是价格明天是越推高越好 对不对 呃 然后很 就是这边 put的人都零零少少的 对吧 呃 但是呢 我感觉如果是要 呃 反套路 反套路操作一下的话呢 呃 很可能 今天是 庄家收 就是股价拉高 收这边的期权 然后呢 这边 呃 这个期权 高价卖出去 对吧 这边的高价卖出去 然后呢 明天再收回来的话 就这边的也杀掉了 然后这边原本hold住的人也杀 也杀掉了 今天杀掉了 然后呢 但最后他们就受力了嘛 因为明天 如果掉回来的话 三百二十五啊 什么的话 他们就特别的 就是怎么说 这边大大部分期权都在这嘛 对吧 就收益很大 呃 我不知道这个思路 大家有没有跟着我啊 就是如果不懂期权那么多的话 可能会听不懂 但是就是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明天有个大走势 有可能是上 有可能 呃 有可能是上 有可能是下 当然我是希望是下 而且我 我觉得按照庄家坑人的走势 肯定 呃 应该也会是下 对吧 呃 到时候看呗 然后今天的话呢 就是呃 十二点贝鲁特啊 他那边有个大的爆炸 对吧 我们一起看看 我找 找一下 稍等一下 就呃 就真的像一个 呃 啊 这种爆炸很恐怖的 现在他们还没在 还不知道在说什么 但是呢 好像是那个 storing traditional armaments 然后就是 就是fireworks 差不多算是 呃 但是现在还都不知道吗 对吧 现在都准备着 就忙着处理呢 然后处理那个事后 呃 对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股市啊 也就直接炸掉了吗 对吧 直接有点小炸 对吧 然后呢 白宫发了一个 开始发布会以后 呃 白宫发布会是在三 呃 一点钟的时候 然后呢 他们一开始说的时候 还没还是继续跌的 但是呢 后来他说到一个就开始涨了 那就是他说 就是别人问 呃 是不是呃 不管疫情怎么坏 就是你们都不考虑在lockdown了 对吧 呃 那当然他们 那个那个女的就说 呃 现在我 当然我不是 I don't want to get ahead of President Trump 对吧 Trump没有做出决定 我不想提前说出来 对吧 我不想预言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他他就说 但是呃 在按照目前来看 是绝对不会再呃 就让经济关闭了 对吧 这个的话就市场心情很好嘛 对吧 然后呢 呃 然后呢 后来呢 就有市场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呃 呃 哦 对 后来他是怎么说呢 呃 后来他这边下来的时候 好呃 就是差不多两点钟的时候出来嘛 两点出来的时候呢 呃 我感觉是 应该是这个新闻出来了 对吧 呃 两点钟 two hours ago consumer spending 啊 recovery stalled 对吧 JP Morgan Chase 他的那个呃 就是credit card 就card spending tracker 就是用他们卡付钱的 就发现好像花的钱越来越 就是没有恢复了 对吧 没有到之前那么高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对是就是会打击信息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呃 怎么会打击信息呢 就是看呃销售呃销售能力 对吧 销售额 如果然后现在看到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呃 六百块钱少了 对吧 快已经没有了六百块钱没有了 那接下来会不会就掉下去了呢 因为工作的还是很多没有工作的人还是没有工作 然后呢 呃那个呃 然后六百块钱又是没有呃 又又没有救助金政府救助金每个人两千四每个月也没有了 对吧 那会不会就回回来对吧 回来的话股市会不会也是回来对吧 这也是个问题嘛 对吧 然后现在如果在冲高买股市的话确实有点不明智 对不对 但是呢 还是会有很多人买 因为他就不他就怕怕错过 因为怕哎就感觉哎股市到了三百三了 终于到三百三了 那肯定在在在得冲高呀 对啊 哦 那个如果是个新的高的话 那是一个bullish sign 对不对 但是大家要想想看就是很多时候也是特地弄一个新高把一些人弄进去以后再把你就是在在股市进来掉来对吧 如果按照同样的逻辑的话那哎这边新高是不是应该bollish啊但跌下来了对吧这边新高对吧最后还给你跳一跳对吧 然后哎就就就就那个了嘛对吧 然后就就是差不多就是第二天的时候就暴跌了嘛对吧 啊然后又回来了一点然后再暴跌再回这这边大家开始跌的时候都都没有怎么说都是感觉是哇这只是个回调而已对吧 新高了以后再回调而已对吧到最后就回调然后这边可能还在骗自己说哎不要回调对吧 再回调哎再回调哎 哎哎回去了对吧 然后哎就就一路向下嘛对吧就每次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套套子对吧呃所以这边这个呢就怎么说呢呃这边这个channel今天确实是break out对吧我们在这边盘了两天了然后呢现在是break out但是呢接下来break out是会继续向上的还是怎么呢我们也不知道呃但是我我个人感觉就是做人不能太贪心呃 啊然后就是该减仓的还是得减仓然后呢你不做空做不做空另一回事但是你不该你该不该你减仓还是可能要有些地方呃就是套现了就是获利了对吧 然后呢呃我们还是可以再看到在1%的差不多几个走势对吧可能会到323333对吧也有可能会继续去冲高这也是可能的吧对吧但是如果没有那个consumer spending这个呃 这个consumer spending如果是没有更好的那那可能就是有点困难了对吧然后主要的话还是要看数据面有消息面和数据面有什么新闻是那个的吗呃有助于走势冲高的吗明天的话呢算是adp non-point peril这个很真很重要对吧呃这是三颗星的然后呢呃怎么说呢 我感觉应该是应该没事吧对吧July的non-point peril呃应该还是会就差不多会在这儿可能1100对吧1110万对吧可能呃稍微比呃因为就对反正明天的话重要数据还是8点15分嘛对吧呃然后今天的话大家也可能是因为看好这个数据 所以才尾盘就拉上去了嘛对吧因为我们之前我们看一下呃上个星期啊上个星期啊如果我们按照就是呃预测的话如果按照initial drop loss可以来预测的话啊 就是呃June的时候啊都是在一千一百八十万然后呃一百八十万到一百四十万对吧一百四十万然后呢现在呢这然后这边的话是一百四十万到一百呃呃就在一百四十万这边徘徊了吧所以呢其实呃应该也会多出就是怎么说的就是这相比啊还是是多的所以呢这边这个数字啊 呃呃这边这边这个数字啊啊ad方啊adp non-farm payroll应该也是一个positive number对吧然后呢呃应该算是一个positive number然后呢就现在就看他就是怎么说呢呃因为这啊怎么说这个这个是initial drop loss claim对吧但这个只是呃 non-farm payroll它是一个overall的对吧呃employment change所以呢这个也不能就是这只这只能是一个大概的影射对吧呃所以明天还是得继继继续数据看但是明天的话我感觉可能会可能会不那么乐观一点可能呃我们看一下 稍微等一下我外面在下雨我把我把那个窗关上 Seit 受了说明天算和说明天指定会有都是Anime,可以随什么 같은 en 对所以呢就就made的时候啊 嗯对所以呢就就made的时候啊 April啊 像这边是两百二百多万 freaking are for example personas 互 呃这边是两百二百多万 Тогда这边是positive 对呀然后我们看看这边啊 �呃我们看这边啊 呃 呃May和ほz don 呃May和a happen春 这个数字就预测的有点困难 300多万到180万 300多万到200多万 然后现在是100多万到 反正明天看吧 现在做什么也太晚了 对就明天的话大数据就这一个 对就ADP 然后呢 ISM和PMI PMI都已经看过了 之前就差不多就是又是稍微 就差不多在55到56之间 对吧 然后还有这明天要看Crew Oil Inventory 这个Oil的Inventory 它到底就是它会影射什么 就是这个市场到底 它市场是不是停止了 还是在继续复苏 对吧 就是复苏是什么衡量的吗 也有Consumer Spending可以衡量 也有可能是也有可以是用那个就是用的石油量 对吧 就大家开车吗 大家去旅游吗 对吧 大家大家在干嘛 就在家吗 还是动来动去 对吧 Public transit怎么弄啊 怎么就这种吧 对啊 对 然后这就是今天大部分的数据点啊 然后呃 对 对 两点钟的时候就有个那个吧 Spending stall 呃 然后今天的话 Notable Mover呢 肯定就是OpenThemed的 因为我们早上的时候看到的 也是那个Covid-19 今天就是数据很少很少嘛 就是降了很多嘛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肯定是代表了那个呃 市场正在复苏 然后呢呃 危险正在离去 对吧 呃 虽然大家都知道危险有没有离去 但是呢 它确实数据是往呃 利好的 对吧 然后呢 今天的那个呃 Factory Order也是一个利好的 所以呢呃 就整个给给给的信号 就是市场正在复苏 所以呢 这个板块 就是这个主题的板块 就特别好 对吧 呃 在哪呢 然后呢 就Casino Uber Airlines Cruise Cinema 都都长得特别好 Space的话呢 呃 就是跌的特别多 对吧 呃 是跌的特别多吧 因为他不是财报的时候 又说哎 我要套现了 对不起 我 我 我那个 我钱不够了 我要 再再套点钱 呃 所以我要卖更多的 Share Share Offering 对吧 今天就又暴跌吧 对啊 这个股票 说实话 呃 就是 兄弟 你说 啊 BMW 是 B1ND是 割韭菜的 我告诉你 Space 才是真正割韭菜的 一个东西都还没做出来 BMW 至少 B1ND至少有个东西 可以 就是 呃 BM 就 B1B至少有个 有个东西 对啊 有个product 但是呢 呃 怎么说呢 Space 是 屁都没有 对吧 然后呢 整天就想着怎么样 就是 呃 原本是说 今年是Richard Branson 会上天 对吧 呃 现在又说 要可能要到明年的三月份 还是几月份 我忘了 反正明年中旬 再再再上天了 我就想你 早点上天好了 这样的话 你也不会 让很多那个 投资者都 呃 就是钱 就亏钱嘛 对吧 呃 就是 Space的话 我是不怎么看好的 一个公司 Codex的话 今天就一个大大的回调 吧 对吧 大大的回调 呃 因为毕竟前前一天 呃 震了就涨了33%了 对吧 今天回调的话 是肯定是很合理的 呃 就大家现在看 现在还是这 这边就小量回调 对吧 然后 具体怎么走呢 呃 我们之前说的是 我看好到35到40 呃 这个我现在还是这么说的 因为呃 就是因为现在 也是到了这个底hold住了 对吧 然后呢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炒的就是 他要开始呃 发财报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如果明天不跌下来 再继续往上的话 估计还有 还有有往上冲 这次只是把一些人给 就把一些散户给抖出来了 对吧 也给了一次上车上车的机会 然后AMD的话呢 怎么说呢 AMD今天又暴涨了吗 因为 不是有利好的消息 不是 AMD是因为就是有个 不是 呃 谁 谁说那个 他会成为 那个 呃 对 Next Next 100 Dollar Billion Company 对吧 这个100 Billion Company 的话 是 就是差不多涨10%嘛 所以今天也就涨了10%嘛 所以就因为Bank of America 说了这个呗 然后呢 呃 对 另外 有没有实际上的消息 我没有追的太老 难道是Big Navi Specs just leaked 这个也是 RTX could be in trouble 呃 那也可能是因为这个 对啊 就就因为变成Leak了 呃 就 就相当于你一个iPhone手机被Leak了 真的是很好的 而不是说就就那个大了一点 然后重 就相机更好一点 而是真的是很 很多都更好了 那 那就是 说实话 我也 我看不懂这个啊 我就不 不啊 不装我能看得懂了 但是呢 就意思就是什么啊 Leak了一个东西啊 那特别好 对吧 那就可能会 那就大长辈 对吧 但是呢 我 卧槽 说回AMD的话 AMD的话 就是怎么说 现在在 现在在那个卖 就是我 我已经说了 就短期来说的话 可能85.5是一个高度 啊 接下来可能会有个回调 但我也肯定是错的 所以你要是做短期波段的话 你可以走了 但是你要做长期的话 你就长期的话 就是别动呗 对吧 这就是长期 对吧 然后我们看那个消息 刚刚那个消息在哪儿来着 Novrax Novrax Racing to OK OK it doesn't tell us why it's dropping 对吧 它真的是降了这么多吗 我们一起看一下 Novrax 可能大家也都在等这个东西啊 等这个结果啊 还是说 他们发现 他只是在phase one 很多人可能买进去 难道不会 phase几都没发现吧 这个也是可能的 哇 Beyond me跌的好多了 嗯 对 然后 嗯 对 所以我说不想 你要是想睡得着安稳觉的话 你就别买疫苗公司 对吧 你好好的买个航空股 买一个复苏主题的股票 比什么都强 对吧 两年内就完全可以睡得着觉 对吧 睡得着觉 然后两年内 两年以内 你就打开账户 哎 翻倍了 对吧 都是可以的 然后silver and gold 今天又涨了很多 对吧 今天又是 我早上还说 silver和gold 没怎么动 原本一般来说 都是4% 5%的 今天真的是4% 5%了 然后呢 今天我们选的那个 那个 Pan American silver 也是涨的算是零涨的一个 对吧 那也算是蛮好的 然后fortuna silver 也是一个好的 但是它就涨的有点 它怎么说呢 我还更喜欢 Pan American silver 涨的有点稳 更稳一点 对吧 然后呢 大盘新闻的话呢 就有个别的吧 Cases under counted California cases under counted Due to reporting glitch 怪不得 对吧 所以我们有 North court 就是有 上北下南左西 西边的 西海岸的 Under counted 因为有个 Reporting glitch 然后上北下南左西 又东 东海岸的 有一个 有一个飓风 台风 然后呢 没有开那种 Testing site 对吧 所以 我都不知道 这是故意的还是怎么 反正就是 大家 飓风不能是故意的嘛 对吧 但是呢 整个美国 所以这就为什么 下降了嘛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今天很多复苏股 都是上去的嘛 就是因为 感觉好像case少了 对吧 但是我们一看 也就是 等会我们看看 Set in a health issue Warning California reported Drop The lowest OK Since the end of May While the morning It draws into Kakash 嗯 Pretty good Science Deterger 对有可能就晚 晚晚爆了吧 可能吧 就是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个spike 对吧 接下来的话 在graph上面可能会更更更大的一个spike 因为这边的晚爆的都可能会上 都会换到后面去吧 对吧 然后呢 呃 另外 另外的话 New York 啊 Uber 然后 哦 NBC 就是那个 就是 他们的Steam Parks 都会开始 就是lay off people 然后最 就是他们这是怎么呢 很多的这种公园 主题公园都是 呃 就是 夏季是最那个的嘛 对吧 一年的 相当于一年的那个 呃 就是 一年的expense 都是靠这个夏季 才能挣到的 对吧 所以现在的话 怎么说 夏天大半个过去了 还是没有太多人敢去那边的话 那那就会有 有点问题了 对吧 那就是要等到明年才能 开始recruple一点 呃 那是他们的成本 对吧 因为他们的那些地啊 什么的 都是成本都是每年 都每个月都有的 但是他们不可能每个月 就很多park都不是说 每个月都是 呃 怎么说 都是客流量都满的 或者甚至都有几个月 就是有冬天啊 什么时候都不开门的吧 对吧 因为有那种 那种呃 什么roller coaster啊 什么都不安全的 对吧 然后都很冷的 冷风吹着 对吧 呃 蓬松的头发 然后呢 就就感觉 呃 就是现在就靠这几个月 开始呃 就是挣钱的 但这几个月就是疫情最严重的 那就有点吃亏吗 对吧 然后呢 呃 congress is still stuck at coronavirus relief 对啊 这就让我感觉什么 就是coronavirus relief的时候 我们要等的时候 他还在股票还在涨 那说明什么 就是大家都看好这个coronavirus 就是这个relief会被pass 对吧 肯定会被pass 对吧 他们现在就在决定 到底给多少钱的意思 对吧 但是肯定还是会pass的 但是会不会pass的 以后就是一个 就是大局掉下来的时候呢 就是很多堵这个coronavirus relief bill的 那个那些人要走掉的人了 对吧 这也是一个问题吗 对吧 呃 反正现在的话 就已经美国人已经有几天 没有那个六百块钱了 所以就有点 MBC universal 对吧 然后呃 另外的话 对啊 google还是还有一个 我很看好的点 为什么呢 就是他smart home smart home也是一个 就是新的一个industry 我们早上的时候说过 对吧 我们要找找什么呢 找那些就是可以啊 怎么说呢 就是呃 一个新新起来的一个市场 对吧 像电车是一个新起来的市场 对吧 所以他的market share都是 他这种这种公司的话 就在里面的公司就是 每年的growth都肯定是10%以上的 就是这都不用说的 对吧 除非你是做的不好的 但是你你要是在这里面做的好的话 一个新的市场的话 每年20 30 40都是OK的 对吧 都是都正常的 然后他那这样的话代表什么 股价也是这样涨的速度 对吧 然后呢 smart home的话 怎么说呢 google的话接下来 就他已经在里面了 对吧 但是以后越来越多的人 就比如说以后啊 就是呃 五年内啊 就比如说 哎哎帮我关个窗 哎帮我关个窗帘 对吧 哎帮我开个灯啊 什么这都是会是一个standard 对吧 就是你你没有这些东西 你都土的 对吧 你乡下来的 对吧 所以呢 接下来很多就是 就看谁谁做的最多嘛 对吧 像google跟ADT 这就最好的是什么 就是连在一起啊 smart home 智能家居和家居security 对吧 呃就是家的那个呃报警系统 对吧 那那这两个的话 那就合在一起的话 最方便吧 然后呢 因为vifant就是这样做的吧 然后呢 现在的话就是google 现在就是有有这个能力 就是呃通透的渗透到这个市场里面 把这个新新的起来的一个市场 抓得牢牢的 对吧 grab it by the balls 对吧 然后booking.com的话 就是layoff啊 25 对就是有很多layoff吧 对吧 然后呃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也是不好的消息 但是这个股票就涨涨涨了 对啊 对 就coronavirus related news 然后呢 对呃 主要的话今天是我看到什么呢 就是呃 我就跳到看到的东西地方啊 这这这这些都是啊 对主要的话就是consumer spending 对吧 started in the past few weeks 为什么呢 因为呃 June的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就不知道 哎就怎么说首先就是会就疫情回来了以后 他们就会花的钱越来越多嘛 而且在家的时候也会是花的钱越来越多 就是你熟悉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一开始你可能说哎 我花一块钱两块钱我都怕的 因为怕钱不够对吧 但是有那个corona relief bill的话 600块钱以后你就开始冬花西花了嘛 对吧 钱都不是自己的都免费的 那肯定花了对吧 然后呢 就可以在amazon上到处买买买买 然后呢各种买衣服买化妆品买包啊什么的 然后呢就回归了嘛 稍微回上去但是最近呢又开始说什么呢 就是就特别是这个中旬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了呢 就是哎600块钱可能快没了对吧 然后呢那就有点问题了嘛 对吧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这个graph如果下去的话 再爆出来一个下去的话 那就那就有点麻烦了对吧 啊 然后呃kodak的话怎么说呢 under investigation SEC对啊 这个investigation investigate多少呢 我也不知道啊 publish several news outlets publish related stories then deleted them upon codex request 哎傻逼一样的 这个肯定是川普搞的呗 他就不是东一要一点钱 西要一点钱吧 卖给tiktok卖给别人还还要那个还要那个自己要那个花的拿点钱 这当然是肯定是川普在这边说哎我给你这个这么多啊 我给你我把这个啊合同给你你来给我多少钱对啊 然后另外的话 nearly one oh ok nearly one third of rehired workers laid off again 就是12点钟的时候出来的新闻可能呢可能就是12点钟那个呃就是可能这个股市爆炸而这个大爆炸可能不是影响股市跌的那个啊可能就是可能就是这个新闻啊12点钟的时候差不多对吧 我说错了抱歉抱歉12点钟怎么说但这么这么爆炸的新闻怎么可能就降这么一点点吗 这也是有点哎没办法就不知道这个股市最近都不正常对吧啊 golman sack ok feared ok 对我们看这个这次行就是呃就是还是basic energy energy就是这边就是hurricane来的时候就energy就涨得蛮多的 然后呢呃还是避险的风产比较多一点嘛对吧 然后呢concyclical consumer energy就整个都不是特别差 对吧我们看如果就早上啊早上大跌的时候也是大家一起跌的对吧都是在差不多12点钟然后这边又跌了一下 然后这边这边对吧 然后qqq也是很大的一个跌对吧 然后呢哎关键就是最后为什么又拉起来可能就是大家如果知道为什么拉起来说一下啊 然后那个 对啊评论的话等会再看啊具体的评论等会再回答先做浓缩版啊对silver的话今天就涨了6.6%吧对吧 然后啊主要就是怎么说呢他们都是同样的时间啊高同样的同样的时间升上去同样时间这样的大跌对吧 现在又是哎就有点不懂啊然后apple的话又蹭蹭恶度吗就说哎就呃不是说apple里面的人报告的而只是说有他的source报道 所以都不知道是不是apple他很可能这么说一下apple涨一下他自己挣到钱以后就好了对啊 因为他也不就是context 呃等会啊对multiple sources tell me that apple has expressed interest but no sources inside of apple那个has or and that at least one otherstrategic has expressed interest 对啊这说明什么呢这是一个自己的一个网站 妈的你那当然这自己真的是你真的是所以你只要就是怎么说呢你只要影响大了啊就影响一下股市都是操控一下股市都很简单的买几个apple的call对吧 然后呢自己再说哎multiple sources tell me但是哎不是apple的source啊但是但是是个source啊是个source 然后呢股市然后呢股市一涨哎你就挣到点钱然后就走掉了呗啊啊就一下子冲的也算蛮高的呗呃然后 对大盘走势今天也就差不多这样对吧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呃接下来走势预测啊啊 走势预测的话呢说实话就还是看空了明天呃呃 明天看呃数据吧明天数据8点15分数据出来 然后呃我们 明天 明天的话点很多的啊就是啊这边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是呃就是他们还有一个呃呃这两个也是对吧然后就是美联储又有一个人说话吧就说什么了对吧然后还有ismi 呃ismi对吧然后呃还有这个non manufacturingemployment in july对吧这也是要看一看的反正都是蛮重要的所以呃怎么说呢我最近都会是看空对吧哪怕我有点不对啊什么的就是怎么说有的网友说什么就是呃 每天看空市场都是反着来的这个市场怎么说呢呃就是说如果啊我看空的时候市场从呃321涨到330 然后我换了我的想法然后他跌到308这个话那那那我不是傻子吗对吧所以而且我不是说就是怎么说当然是如果我说看多那是更容易的吗 然后呢呃也是对当然对我的那个正确率也是对最最最好的吗对吧但是呢怎么说呢我更想坚持我的自己的看法然后呃而且我也不想跟着别人走吗对吧就是别的现在很多博主都在看得多 然后呢说实话就是牛市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古神 但是但是呢就是我想我想来一个牛市然后我我再我再新进成为一个神对不对就是哎反正也也算是有点小叛逆嘛 而且就是我我感觉就是美联储应该不会不是不是说美联储就是庄家应该不会让很多人都会挣到钱 对吧现在很多人往往就是投降的时候了吧对吧投降的时候呢呃 就感觉投降的时候就就就是他就是不就是最他们散户最想投降的时候就应该是散户最不该投降的时候 我是这个看法啊啊当然这这次也有可能而且这次也是我的一个好赌吗对吧 所以我看看呗就不成功就变成员呗对吧啊 那